今天来做蒜香羊排 将整块的羊排切成小块 将切好的羊排放入一个容器中 加入清水,没过羊排 浸泡两个小时以上 将泡过水的羊排倒出血水 加入生抽一大勺 加入白糖一小勺 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加入一小勺的小苏打 加入一大勺的蚝油 加入一小勺的黑胡椒粉 再加入一大勺的蒜碎 下手抓拌均匀 直到看不到汤汁 放入冰箱里腌制一个小时 烤箱预热到350华氏度 177摄氏度 烤盘上放一张烘焙纸 在烘焙纸上 在烘焙纸上 撒一些油 将腌制好的羊排 码在烘焙纸上 在羊排的表面 再刷一层油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 烤60到80分钟 看到羊排的表面上色 就可以出炉啦 蒜香羊排可以开吃啦 喜欢我的视频 帮忙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在烘焙纸上